看一部电影《提拜我人生》 这里是唐斯林说电影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七十岁大爷当实习生的故事 实习生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爱情和工作 七十岁的本已经退休了五年 妻子在三年前去世 现在的他有了点闲时间 也尝试过在退休生活中 不断地寻求新意 打打太极 旅旅游之类的 起初呢他还蛮喜欢这种放松的感觉 但随着时间一长 每当他捋完油回到家 换来的却是无尽的空虚 本想明白了 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永不止步 无论他何时何地 年龄多大 都必须找到他存在的意义 于是呢他应聘了一家 名叫和声网的互联网电商公司 成为了那里最高龄的实习生 按理来说 跟时尚互联网购挂钩的属性 怎么说都是年轻人比较擅长的活 这样不会让本显得格格不入吗 令人意外的是 这家公司的行政官偏偏反其道而行 往年他们也是偏向招聘 大学应届生 但今年他们就抱着尝试的心态 进行了一项高龄实习生的拓展项目 说是拥有毕生经验的高龄实习生 不一定比不过把大学四年 都花在喝啤酒玩桌球的年轻人 和声网的创始人 是名年轻的女老板朱尔斯 她能从一个人发展到 两三百号人的公司 除了她自身能力足够强外 她凡是亲力亲为的工作态度 也让她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填满 行政官就把本安排到了朱尔斯身边 想要人生阅历丰富的本 和女枪人朱尔斯碰撞出新的火花 跟本同期进公司的人 有好几个新人 不过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岗位 了解朱尔斯性情的老员工 对本表示了深深同情 这也说明了 给朱尔斯当实习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两人碰面的第一天 朱尔斯就直接把话说开了 他并不会给他安排太多的事情 接受他来当自己的实习生 也只是为了给团队其表率作用 他建议本去创意部或者市场部 那里的事情会更容易上手 但本也不甘示弱 他不想挑杠 他就想坚守自己原来位置 当他的实习生 朱尔斯见本劝不动 只好说有事情他会电邮给他 两天过去了 本都没有收到朱尔斯的邮件 被晾着不管 也是件很难熬的事情 尤其是和周围同事的忙碌一对比 一般人难免会开始着急起来 但本不一样 毕竟他可是毕业于西北大学 多十万四十年的营销副总裁 那是他第一份工作 也是他退休前唯一一份工作 本的优秀 令当时的面试官 都觉得他来这里是大财小用 最重要的是 他对工作的态度 面对一份崭新的业务 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 他不会随时间削减热情 这也是行政官 把他安排到朱尔斯身边的主要原因 既然朱尔斯不待见他 他也只好主动出进来 他会悉心观察他的举动 他会提前向朱尔斯的私人助手 了解他的雷区 他会在老板没下班前 他也不下班 他会察言观色 发现朱尔斯抱怨 共享桌乱放杂物后 及时帮忙收拾干净 终于在第三天 他收到了朱尔斯 私人助手北极的邮件 他说朱尔斯把咖啡 撒在了他的衣服上 需要本去办公室 拿走他的外套 并送去摄影部 让清洁工处理 当时的行政官 正和朱尔斯讨论 给他应聘首席执行官一事 原始朱尔斯工作和家庭 失去了平衡 他的时间不够用 到会拖公司发展后腿 经董事会协商决定 从外面请一个 资深的首席执行官 帮他决策决定 也能提高团队的整体效率 朱尔斯很失落 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状 近来取衣服的本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他应该是听到了 朱尔斯面临的问题 取走衣服后 他也陷入了一会沉思 一天 本发现了朱尔斯的司机 偷喝了酒 为了朱尔斯的安全 他私下劝司机 主动和朱尔斯请假 车上的朱尔斯接到了一通 行政官的电话 又是说给他招聘执行官的计划 不过需要朱尔斯亲自去面试 本只管看好自己的车 并没有插嘴 他把朱尔斯送到面试地后 趁着他去面试的功夫 考虑到他没吃午饭 还给他买了一杯粥 朱尔斯很满意 一边喝着东西 一边告诉执行官 这次的面试失败告终 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靠在座位上 试想谁会把自己 一手创办的公司拱手让人呢 本看出了朱尔斯的不开心 由于朱尔斯司机的奇怪消失 本又得以继续当朱尔斯的司机 开门的是朱尔斯的老公马特 据说呢 他当初为了支持朱尔斯创业 甘愿辞职 在家照顾女儿 全心全意地当起了家庭主妇 他要本进家里等朱尔斯 朱尔斯看到后有点意外 他甚至觉得本的过于主动 让他感到了一丝不舒服 于是呢 趁着本开车的时候 偷偷通知行政官 要他把本调到其他部门 去公司前 朱尔斯叫本把他送到仓库 看着朱尔斯轻身指导员工 打包货物的认真样子 本突然意识到了 如果剥夺了这个女人的工作 那他该失去多少光彩 核真网就是他存在的意义 本也终于明白 朱尔斯顾虑找执行官的原因了 随着两人的接触变多 朱尔斯也注意到了 这可他没下班 他也不下班的高龄实习生 有一次他们还一起吃了外卖 朱尔斯和他吐槽着 今天面试过的其他首席执行官 因为他是女老板 所以他就要遇到商业中的性别歧视 因为他是女老板 所以女儿幼儿园其他妈妈们 都觉得他不会好好做家务 本认真的聆听着 直到朱尔斯问起了他退休前的工作 德士外的副总裁 负责监管电话部的印刷 朱尔斯想起他们现在租的写字楼 之前好像就是个做电话部的工厂 本点了点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本之前工作40年的地方 他对这里每一砖 每一瓦 每一个台阶 外面路边有几棵大树 都熟悉得不得了 还有他之前上班的位置 就是在那靠窗的地方 朱尔斯意外的同时 更多的是钦佩 本能坚持一份这么久的工作 本又回到了这个原来的地方 继续工作 本还愿意放下过去优秀的身份 谦卑的在 比他女儿倍级别的晚辈手下工作 经过那一晚交心的沟通 两人关系迅速增进了不少 第二天 接送朱尔斯的司机换了一个女的 由于他上次申请把本调走 所以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新的司机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经过这暴躁女司机一对比 现在朱尔斯真的无比想念本 于是他撤销了调岗令 主动把本找了回来 还把他的办公桌 调到了自己办公室外面 遇到问题 也会询问本的看法意见 而本也能根据现状 给他规避雷区 总之两人合拍得十分默契 渐渐地早上去朱尔斯家接他上班 马特也会为本准备一份早餐 有时候都觉得本就是他们的一份子 事实证明 朱尔斯的女儿也真的喜欢本 有一次马特身体不适 朱尔斯又要忙工作 要去参加同学生日派对的女儿 死活都不肯跟绑母去 于是本就帮他们带起了孩子 他还领教了一下 那些妈妈对朱尔斯的偏见 本就告诉他们 朱尔斯作为他们女性的一员 能够接触科技世界的顶端 他们更不应该为他喝彩自豪吗 然而现实立马打脸了本 那么优秀的朱尔斯 他的老公马特却出轨了 本送女儿回家的时候 撞见了这一幕 他陷入了两难 是要告诉朱尔斯 还是继续隐瞒他 本回到了公司 看着笑容满面的朱尔斯 他真的开不了这个口 虽然他已经避免 和朱尔斯眼神接触 但朱尔斯还是察觉了本的异样 由于他急着去旧金山 面试新的执行官 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带着本上路了 本在路上也一脸想说的样子 但他还是没说 倒是说了一堆 不痛不痒的内容 一向已沉着冷静应对的本 遇到这种问题 他也纠结了起来 打破尴尬的还是朱尔斯 那晚住酒店的时候 他主动和本坦白了 马特出轨的事 出轨对象 是女儿学校的另一个妈妈 其实朱尔斯一直知道这件事情 之所以不拆穿 是因为马特真的很好 他当时为了支持她创业 不惜辞职在家当家庭主夫 朱尔斯对马特太依赖了 以至于他不敢想象 失去马特的生活 在外界看来 他是雷厉风行的女总裁 但其实 他是个连自己丈夫出轨 都不敢拆穿的胆小鬼 他很害怕离婚 很害怕自己老了以后 都只能葬在墓地的 单身陌生人区 他没有准备好 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他甚至和行政官妥协了 答应找一个首席执行官 帮忙分担他的工作 从而让他留更多时间 花在和家人培养感情 好更好挽留老公和自己的婚姻 朱尔斯挫败极了 生气极了 也委屈极了 本告诉他 这不是他的错 他应该干一番巨大的事业 做好自己 而不是为了挽留自己丈夫 把接手他的婚外情 当作某种回报 本的冷静 把朱尔斯拉回了理智 他还说 如果他死后 怕葬在陌生人区 到时候可以葬在 他和他妻子的旁边 他们哪还有空间 朱尔斯被本的一番话感动了 想当初 他还没想过聘用他 这次的面试 朱尔斯似乎挺满意 对方便便有理 恭恭敬敬 智慧非凡 是不可多得的最佳人选 当场面试后 他就决定聘用他了 尽管朱尔斯当时是面带微笑 但本知道 他的内心是难受的 朱尔斯回家后 告诉了马特 他找到了首席执行官 基本上他以后就可以退场 让别人来替他做决定了 这是他为公司和家庭 两边考虑后的最佳选择 或许他还可以和马特 回到最初的时候 马特没有说话 但他也知道朱尔斯的意思了 第二天 朱尔斯来到了本的家 他说 他还没有电话通知 新执行官来 不过他昨晚想了想 他这样做应该是对的吧 本和他讲起了那次 他送他去仓库的事情 那天 他看到朱尔斯向那些工人展示 如何折叠和包装衣服的时候 他顿时明白了 和珅网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没有任何人对公司 比他有这种风险精神 所以和珅网需要他 同时他也需要和珅网 那是他存在的意义 即便他招来的新执行官 比他更有经验 但他们永远不会了解 他所了解的 本不需要朱尔斯丢下和珅网 那种为梦想拼搏的执着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而他现在却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用他来指望丈夫停止婚外情 这真的不知道 他也不希望别人 从他手里夺走和珅网 这段话真的敲醒了朱尔斯 其实他一直知道 应该像本说的那样做 只是有了本的鼓励 他更加能够坚定自己的心了 朱尔斯来到了公司 就当他要打电话 给新执行官知己 马特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也恳求朱尔斯 不要放弃和珅网 更不要因为他的出轨 而放弃他的梦想 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所以他已经断绝了 和出轨对象的来往 他曾以为他能做到一直这样 一直当朱尔斯背后的男人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随着朱尔斯越来越忙 他一度感觉自己在失去他 但他现在意识到了 那个失去自己的人 其实是他 当他得知朱尔斯为了他 要放弃梦想的那一刻 他真的后悔内疚死了 他恳求朱尔斯原谅他 影片的最后 导演还是留下了一个好的结局 虽然故事收尾得有点仓促 丈夫的转变也事发突然 不过电影的主旨 还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 不管外界对朱尔斯的质疑偏见有多大 其实真的没必要去管 别人是怎样去看待你 当然朱尔斯碰到的 不仅是外界的问题 也让他对自身产生了怀疑 甚至让他产生了 那是他错了的错觉 竟然让他牺牲自己的梦想 去填补马特的过错 还好有本的存在 本在影片里 虽然是一个70岁的大爷 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 却比很多年轻人认真多了 他身上的很多优点 都感染了他周边的很多人 包括朱尔斯 如果没有本的存在 他可能真的会做下错误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们有好的电影推荐和想法 欢迎你们到评论区 留下你们宝贵的建议 感谢你们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